安月 kleinen新蔡环博 其實我經常覺得 世界浅紫呢? 人的感覺比較容易在你順利或得到某些成功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大豐收 因而我們來說 就算生活得沒那麼順意的時間 我覺得對生命而言的都是很豐收的年的年份 因為你在當中有很多學習 有很多試煉 人磨一下磨一下 你会磨出一个健壮的心灵出来 所以我觉得 丰收这个意义对于我们来说 未必是特别一定要成功的 有时在一个失忆的一年 其实在心灵上可以得到很大丰收 会不会觉得 更加令到你觉得 今次帮助过医生是更有意义的 会啊 虽然可能某些病人 他们在经历的身体 一些病痛不是我所经历过 但是我经历过的一些病痛 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明白 病其实 但是又得不到适当的医治 其实是很惨烈 亦是很需要别人帮助 所以 可能因为自己身体也出现过问题 有病过 所以我更加明白这种需要 也无妨的 但是我们很少断日计 是一个大的项目 如果我做得到 我会很愿意 因为一个大项目都这么捐 所以一天都没什么所谓 7月7号 全城做义工 捐一日薪金 请你登入这个网站参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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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